幼童全在篮球场上准备上课 唯独左上角黄色柱子旁 一名三岁幼童被单独叫到旁边 他立正站好不敢乱动 面对老师不断指责 他吓得几度往后退 没想到老师居然直接用力 把他拉向前 孩子瞬间消失在监视器画面中 小方第一时间说 篮球场监视器全坏了 连打人监视器全是家长自己找 结果看到这一幕 孩子的妈醒都碎了 因为老师不止拉一次 接着孩子吓得直接后退又蹲下 低头不敢说话 老师又要他站好 就在柱子旁边 好像刻意要躲避监视器 第二次用力拉扯 这回还不等孩子站好 第三次拉紧柱子 吓得孩子放声大哭 放学时妈妈来接小孩 看到手上有指甲痕迹 第一点上还有抓痕 动手的男老师却说 睡午觉起来就变这样 又说不小心抓伤的 直到孩子说是被老师打的 第一时间没讲实话 让家长气炸了 他一开始说我的小朋友有冲突 我请他出来指证 他说不知道是哪一个小朋友 这个行为人 我们已经将他调整职务 不让他入班 直到通报教育局 老师才承认动手打人 但校方目前只调整职务 不让男老师接触幼童 家长暂时没提告 希望教育局调查给出真相 还给孩子一个公道 记得黄夫人领知会 高雄报道